近日,据美国媒体报道着,伊朗海军在12月10日正式新部署了一艘全新的自主研发以行驱逐舰。 除了部署该军舰以外,伊朗海军还新装备了低雷达可舰系统,以便在军事战略上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入海口处,与其他常轨海军会合。 显然,伊朗此只是对美国海军挑衅的又一迎战。 据俄罗斯RT电视台报道,为了在12月8日,美国斯坦尼斯航母编队,抵达伊朗波斯湾外海之后,战线海军作战实力。 这次展示似乎也是为了挽回所谓拦截美国航母的发言之后的颜面。 伊朗哈斯尼姆通讯社在此之前曾发表消息称,伊朗海军司令哈扎迪上将Aliweza Times Theory宣称, 波斯湾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海军控制,已经将变为三颗大队的数十艘艇,从波斯湾水域,推进至阿拉伯海和埃曼湾之间的水域,对美国航母进行多层拦截。 事实上,美军自红海、波斯湾以来,没有受到任何威胁。 西方媒体认为,从伊朗举行的神圣、守卫系列等大规模军事可以看出,出动大量小型武装快艇演练风群战术已经是常见的现象。 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都装备了大量的小型武装快艇,包括Bolkama系列、Averix系列等型号。 其主要武器包括机枪、小口径机关炮、多管火箭炮,并可搭载多名携带轻武器的士兵。 这些武装快艇技术水平并不高,艇上的小口径机关炮和多管火箭炮都要依靠人工瞄准,电子设备也很简陋,像Bolkama系列武装快艇,连导航雷达都会配备。 更不用说搜索雷达,所谓隐身驱逐舰只有一千多多,更不具备和美军进行海上正面对抗能力。 8号美纽航母已经抵达波斯湾外海,伊朗海市力求自保,建物生树问尿。 伊朗海军造船长表示,这艘新部署的隐形驱逐舰,因为撒汉的隐形驱逐舰,是新一代伊朗军舰的第一艘,撒汉的山, 是伊朗境内西北部的一座火山,用火山为隐形驱逐舰起名,可见伊朗用心良苦。 伊朗方面表示,这艘军舰是依靠伊朗海军,在当地的技术知识,进行大胆和创造性设计的成果。 这款新型驱逐舰最大的优势就是具备隐身能力。 伊朗国家电视台还声称,这种新型驱逐舰配备了舰载直升机、雷拔射器、防空和反舰的舰炮、地对地和地对空导弹以及电子战能力的装备。 文章称,这种新型隐形驱逐渐的出现,让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面临的最新技术挑战。 早在去年10月,伊朗军方宣称已将其陆海弹道导弹射程,提高至700公里435英里,且导弹能够命中在射程内的任何船只。 不过伊朗军方表示,伊朗海军在大多数情况下,都并未采取贸然威胁,每在波斯湾区域的美国海军船中。 然后,在持续好几个月的紧张局势后,伊朗的这种后退策略,导致伊朗和美国在波斯湾部署的军事人员不断陷入更大的威胁之中。 12月6日,甚至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上,最重要的恰赫巴哈尔港口,突然遭到炸弹,猛烈攻击。 西方媒体认为,伊朗目前还难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之埃慢慢建立优势。 美国方面则表示,美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并促进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,并继续与我们的合作伙伴站在一起,以维护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流动。 美国主战所有力量都要符合国际惯例、标准和法律。 媒体表示,即使这款新型隐形驱逐舰,没有成为两国对抗的主要导火索,但伊朗成功展示其隐形能力,也让美国海军感到十分尴尬。 毕竟,正如9月报告的那样,美国海军陷入尴尬境地。 其引以为OA的朱姆·莫尔特号航空母舰,可能是目前在公海上最不隐形的隐形军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